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橱柜台面有哪些材料呢 现在台面呢有人造石 有不锈钢 然后有石英石 包括现在就是说 咱们一些老百姓 就是以前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花钢盐 现在实际上现在这个也是比较少了 比较少 但是现在花钢盐在网络上的话 有一部分客户群体还是比较喜欢的 因为它确实比较皮实 那个成本也比较低 但现在还是用石英石跟人造石的比较多吧 对石英石跟人造石的比较多 你看现在这一个石英石是吧 我在市场上就咱们再看 还有什么微镜石 还有反正就是这些东西吧 精神的本质区别在哪呢 我怎么觉得没有本质区别 那个石英石它现在就是说是 它90%以上都是那种石英 本身是就是说那个石英的那个原材料 那个像那个人造石呢 它这块它还不是跟那个石英石的那个材料 还不一样 不是我说微精石 微精石啊 微精石 微精石这块的话 我还不是太懂 不是那什么啊 因为我理解的话 实际上石英石和微精石 就是说现在虽然在网上也好 在市场也好 在忽悠出这种概念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就是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石英石的 微精石也属于石英石 它也算是石英石的 就是换了一个名字 也就是换了一个名字 大家伙在觉得是一个新产品 有一个新的东西 实际上它并不新 这都是一样的东西 那石英石跟人造石各有什么特点呢 人造石呢 它是先说人造石的优点嘛 人造石的优点就是 那个它可以做到拼接无缝 比如说咱们家里是一个拐角的那种橱柜的话 那它这个拐角处的话 接缝是看不出来的 看不出来的 对 那个这是它最大的优点 还有人造石的它的颜色呢 相对来说就是说也比较多一些 可能有些客户比较 能喜欢它那个比较柔和的那种质感 那个但是石英石呢 它是它最大的缺点 就是说那个是 它那道接缝 不像人造石一样 就是说可以做到拼接无缝 那个但是它的优点就是 我的硬度 石英石的硬度非常的好 就是你拿刀 比人造石好 对拿刀什么的 刀尖在石英石上面滑的话 都不会说有划痕 那人造石是容易出现划痕的吗 人造石的话 就是你要拿尖锐的东西 在上面划的话 就是那个会有划痕 但人造石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耐高温性 对 不是太好 那热锅就不能放上去了 就你们家 特别你们家的铁锅 带三个腿 三个腿的时候 千万别落在那上头 落就留下痕迹了 那就是一个坑 石英石就可以直接把热锅放上去 石英石 它的耐高温性比人造石好得多 但是我们建议消费者的话 就是你再好的东西 反正也要爱惜一点 最好不要把热锅直接放上去 对 因为它石英石是这样 比如说我一块 单独的一块台面在这边的话 你热锅放上去是没关系 因为它这个热的话 它是往外膨胀 它没有受到阻力 但是如果说我装到家里的话 我这个跟墙体之间的话 有时候你要 就膨胀 膨胀的话 对 它有时候 那个缝隙都满的话 就有时候还会出现问题 只不过它这种概率呢 比人造石要低得多 也就是说 石英石 我理解您的这句话 石英石就是说 由于热膨胀的效益 有可能会影响它的美观 还是说它的使用 是吧 总的来说是这么想吗 石英石的话 就是说它的耐高温性物 那个比人造石要好得多 但是就是说 它任何东西 它受到热的话 它都有一种热胀冷缩的 这个 这种的 那个 特性 只不过就是说 我们建议呢 就是说 你 石英石呢 也用一个锅垫 但是如果说 你就是说不小心忘了 放在那上面的话 可能 时间短 其实也没事 也没关系 没关系 那自家的东西 最好还是爱护一点 对对对 那那个不锈钢呢 您的感觉呢 不锈钢 你热东西放上去 都没有关系 就是你可能说忘了 那个我热锅放上去的话 这个放了说半个小时 当然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它都凉了 这个一般这种 开裂的这种概率非常非常少 因为它的连接也是一个焊铁的 对对对对 我说一句就是说 石英石也好 是 人造石也好 就是产品的这种级别差 咱就还是说那种话 就是说过去咱们说 台面的时候 多钱一眼米的 多钱一平米的 实际上这种东西 级别差和它的质量的 就是价格差吧 和它质量的差别 能有多大呢 这块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差别 应该来说也不算说特别大 那个 现在人造石呢 因为人造石里面 本身它的品牌种类也非常多 如果说像现在咱们市场上比较 就是说那个 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的是 像蒙特利米兰石 它这个跟如果说 跟国产的一些人造石 那个来比的话 造价有时候能差到 一二百块钱一眼米 也是很正常的 但现在就是说 国产里面最好的米兰石 跟那个石英石来比的话 现在石英石实际上 也分国产跟进口 咱们现在就是说 拿米兰石跟国产石英石的话 一般成本价格的话 差到三四百块钱 那个有些可能差五六百块钱一眼米 也很正常 现在那个进口的 跟国产的石英石 这块差距的话 差的就比较多了 因为进口的石英石 它对 它那个本身这个 石英石它本身比较沉 板子也比较厚比较沉 它好多都是存进口的话 它的这个运费就要高了 那个你本来说 刚才说食材这一块 当然现在也说食材 是花岗盐也好 哪怕是大理石也好 其实反正都算食材嘛 也有好多人在用的这块 就是刚才您所说的 有一部 还是有一部分人群来用的 对对对 您对这块用的话 您觉得应该怎么用 才能更注意些什么呢 像那个花岗盐啊 那个它这块来用的话 建议大家就是说 那个因为花岗盐可能 它除了它的缺点 一个是拼缝 跟那个石英石一样 接缝能看得见 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说 它可能会存在一定的方式性 这块呢 建议大家选购的时候 一定要就是说 那个选那种 就是通过国家检测的 那种哀泪的那种 那个食用石 放射性大吗 会影响 这个理工应该比我专业一点 会影响到健康吗 不是 因为食材本身来说嘛 这种放射性都是 还是会有的 但是 一般的来说啊 咱说做橱柜这一块 首先不适合这么浅的颜色的 那浅的颜色呢 容易脏 这是一个 另外呢 越浅的越仿佛 也不是 放射性最强的 应该是什么 就是越艳丽的 不管说什么样的石头 首先以艳丽来为主 越艳的越放射多 就是越容易放射超标 跟好看的魔龙 有毒是一样的 其实概念真是一样 因为它这个 就说含着那什么高了以后啊 它属它的色彩 会更加明亮 更加的鲜亮的这种感觉 你比方现在来说 通常所说的啊 你比方像红色 一般什么印度红啊 杜鹃红啊 是吧 绿色 那叫什么 反正就这种 非常艳的这种颜色 这一般的来说 首先就说 一是厂家拿着指标 来说是否超标了 另外作为消费者来说 我首先选的时候 先把这些颜色 先给排除 最好不要选用那么艳的 做这种台面 还有一个适合什么颜色 适合于 我个人觉得 深点颜色 有点油酱油掉 你不能说 拿麻布一擦 看不见为好 是吧 因为这个食材的这种 吸附能力啊 它这是一个松密的结构嘛 它会吸那种污渍 对 吸污渍的能力非常强 你要查水档以后 你都马上 你都会以后擦不下去的 你更何况调料这些东西呢 那 还是别用这个 其实这块 我觉得食材 它肯定是有 就像刚才沈总说的 我就是喜欢食材 对它是优点 是吧 而且它很沉稳 它用起来 我觉得感觉很爽 其实它那种感觉 比较稳重 感觉比较好 但是有一个我觉得还是大家应该注意的 就是说食材的脆性 这是最那什么的 就是说它脆性太那什么了 太大了 很容易碎 不能种的东西往上面扔下来 所以你要克服这一块 克服的时候就说 我在做这个台面的时候 你要再点一下 加一块衬板 加了块衬板以后 缓冲一下 它作为一个缓冲 你不能说我在用这石头的时候 直接砸这石头 它等于有东西垫着它了 那它还不能在上面直接剁东西 比如说剁排骨什么的 反正你要是真的说 你要里头没有衬板的话 剁排骨的话 把石头给剁了 那就石头就很容易断裂 这是用食材的一个常见的一毛病 也可以说我们家也练过